灵魂的力量 成就生活的美学 大家好 我是觉醒研究所的菲尼老师 我不确定大家都对我的熟悉程度 到底到哪里 我还是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自己 与其说我是 我算是一个有灵媒通灵体质的一个占卜师 但是与其说我是一个占卜师 那现在的我 近一年两年以来 我的工作绝大部分 我是占卜师和通灵师们的老师 所以大家有看到觉醒研究所 一直会出很多新的老师 以及或者是从我们觉醒研究所出去 成为全职的占卜师 以及从业从事灵性行业的人 走上自己灵魂使命 那很多都是 这个是我的指导灵 我的灵魂道路 我的高我 所以给赋予我的这样一个使命 那我现在的我呢 会比较多的是教占卜师 如果想要更多的去利用卡牌 一些工具 去包括星盘 然后去读到自己灵魂真正的声音 从科学的方式 从科学的方式 逻辑的方式 并且呢 或者是说从全灵性的方式 看你自己的本身 本命牌里面的水像元素比较重 还是风向元素比较重 那不管是哪一种 那我都希望大家能够跟自己内在的声音 比较多的是超意识的声音 能够有一个更高的接触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达到一个 让自己的智慧 我们俗称就是能量得到提升的 这样一个状态 那么简单的讲一下 是这觉醒事件怎么样的一回事情呢 其实我在一开始 跟大家一样非常的懵懂 我是一个外商的一个 外商公司一个主管 收入还算不错 可是我总是觉得 我好像得了什么病 外在就是非常的安逸 但是我的内在呢 却就是别人眼中非常好 我的月入可能是数十万这么多 不是在炫耀的意识 但是可能是蛮符合现金的价值观的 那我也有稳定的家庭啊 小孩啊 这些都有 可是我会突然觉得 这不是我想要做的 或者我不知道我的生活怎么了 因为这样一个原因啊 我去到经友朋友介绍呢 我去找寻到一个圈面 是他当我那个时候有 今天会讲这个课程 也是重新从我的灵性之旅开始出发 因为那个时候我正在经历一段 也是模糊不定的关系 我不确定我是否 还爱我眼前这个人 我也不确定我是否想要爱别人 我也不知道说 眼前的这个人到底跟我是什么关系 想分分不掉 想断断不了 想要好好在一起 却总是真真吵吵 那这样的一段关系的话 让我非常想清晰 我已经我是一个逻辑 非常严谨的人哦 其实我的上身和我的太阳 都是土象和风象非常重的人 所以我其实几乎不相信灵性这件事 我完全不相信 所以我经友朋友介绍呢 我去想说通过前世回溯的方式呢 去了解说我跟这个人是不是业力 没有了结啊 那我就是把这个业力去做一个了结好了 我欠他多少 看我要怎么还 因为当初的我 我是物质上算是丰盛的 顶多是钱嘛 或者是怎么样 多少年的时间嘛 结果很特别的是哦 我在想要去做回溯的时候 可是我在刚刚进入那个回溯的画面 才一下下而已哦 然后我居然就是开始有那个 有人附在我的身上 通过我的心体在讲话 对于一个无敌科学的人来讲 而且我自己在大学的时候 修的就是幼儿心理学跟商业心理学 然后我自己在早年的时候 我从业十年做幼儿的教育 所以我是非常科学理性跟逻辑派的 当然因为全程有录音 他确实是从我的嘴巴讲出来的 所以我很难去否定 否定这整件事情 那我原本想要了结的这段业力关系 并没有得到一个答案 反而是他整整通过我的嘴巴 讲了16个小时 包括他也讲到了 今天我会坐在这边 成为一个这样一个灵性的灵媒 那这中间的过程我就不赘述了 但因为这个过程的关系 我得到一个很大的讯息 他说我要传达一些讯息 给别人很多人在等我 那你们可想要是一个这么理性的人 在催眠完醒来之后 你怎么会觉得这是真的 所以我在接下三个月 没有去理会这件事情 那但是就紧接着奇迹就发生了 从世界各地不断的有人 突然会跟我聊行事 那在这过程中 他们就说我可以跟你通话吗 好那我的工作那个时候 算轻松了 我就安排了一些时间给他们通话 在通话的过程中 我会又会进入好像催眠模式 控制不了自己的嘴巴 开始跟人家讲说 你前世发生什么事情啊 然后你家里的谁 谁跟你是这样 是因为你们的英国怎样怎样 我就开始口无哲人的在讲 然后后来我就想说 算了反正就是他听得开心 我讲得高兴 我也没有要收费的意思 那这样应该很快 这一切就是 这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我的使命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可是过了大概几周 几个月之后 他们就得到了一个方向 然后确实有一个回应的时候 越来越多的人找到我 那我曾经因为我还要工作 我一年的资商量有到三百多位 就是以一个业余的人来讲 而且我相信这很多占卜师都做不到 因为就是完全没有宣传 我也没有频道 也没有人认识我 而且我在外界的身份 就是一个正常的上班族 这件事情 因为我自己曾经做过业务 应该是说我是学 也有学过统计 我觉得这个 以市场分析的数据来讲 太不合理了 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人 莫名其妙的找上我 那后来我就再次想说 那不然我真的跟我内心 上一次连接到的这个超意识 去通话看看 那我确实很容易就可以连接 但是我是一个通灵体质的人 所以我在领结的时候 可能需要一个伙伴 去帮我去做一些记录 那在这个整个记录的过程中 他就给了我下一步 他就说你的主要的使命 是去传达灵魂的声音 这个传达灵魂的声音 不见得是我自己灵魂的声音 是他人灵魂的声音 所以其实我在不知不觉那边 讲话的时候 是会讲出他灵魂 要他做什么 或者传达这样一个讯息 可是这实在太耗时了 然后结果我的 也就是说因为他要先讲他的状况 所以我光听他讲完状况 我可能需要花两三个小时的时间 然后我才能传达灵魂的声音 所以这之后呢 我的指导灵就教我说 你可以读取牌卡的画面 然后以及讯息 那接下来我就用这种方式去 这样呢 我会跟我的个案说 我说你先听我讲讲看 他想要传达给你的讯息 如果有回应呢 我们就继续说下去 你先不用跟我说 你现在什么情况 所以我会通过牌卡呢 告诉他说 你的你的这样一样 结果呢 当然这个是概率是夸张到 几乎是百分之一百 从来没有来跟我说 没有回应 那我就会先讲说 你目前现在处在什么情况 这个人家没有开口的时候 那在在接下来的时间 我觉得我这样一个一个 可是我讲了 他们也不见得能够解决 很多人还是深陷在这些苦恼之中 紧接着我们就 后来他就告诉我说 其实你可以教别人 怎么去跟自己的灵魂对话 也就是说 后来就我们有了决心仪式 也就是有了很多的 想要跟自己的高龄 去做连接的同学 也有了很多的 就是想要协助他人 传递讯息的老师 所以我们就把变成 一个决心的仪式 再召会给大家 那其中也有人 他觉得那样太直接了 那么再延伸出了 刚刚大家在首页 看到的一些课程 直觉式塔罗 或者用直觉式的星盘 的解读 教你们去读懂 我们埋藏在生命中的 这些讯息 那这里再讲到的是说 大家可以看到 我是一个铁词的人 非常不相信神佛 到今天我不得不相信 我甚至完全相信 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然后甚至我自己都觉得 我有点盲目了 可见这个概率 他从未失准过 那么今天呢 我想要来分享的 主要原因是 在这近几年 我觉得 我几乎占卜的个案 有达到一千里 很多人都跟我当 可能是我自己的体制 原因 我自己就是卡在 情感中的一个人 我觉得爱情 是我生命的全部 如果我觉得 如果我的生命中 没有爱情 我可能没有活下去的动力 我是这样一个人 那么 也许因为我先上的 这些特质 来找寻我占卜 或者来去问事情的人 或者看星盘 解读人类图的大家呢 也都几乎是 是因为这样 那 所以这样子 我在传达灵魂讯息的时候 他们彼此不认识 可是我发现 他们的灵魂 常常会有一些规律 他们发生的事情 会有一个进程 因为同一个人 他可能在不同时期 会找我占卜 我看到一些些的 生命的进程 然后我今天 所有的分享 是来自我在 通灵过程中的一个总结 以及在做案例分享的时候 就是在做个案的一些 研究报告的时候 的一些心得 那我不能说它是绝对 但至少 在我遇到的人里面 这个过程 它都是非常一致的 它只是一个统计学来讲 那我希望能够在 这些报告里面 提供给大家所需要的一个参考的价值 好 那如果这些能够帮到你 那我觉得那是我今天的缘分 好 那讲到这边 我相信大家都有一个大概的理解了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从这边开始吧 好 明君可以帮我打开APP 好 先我们进入到第一页 那我们 好 先帮我直接往下喊了 首先呢 那我要说一下 在我自己占卜的经验里面 就是我在通灵的经验里面 我们主要 几乎我们陷入感情的一个状况的时候的一个 主要我这边做了一个大类 当然如果以细分来讲 可能会更细 我这里先分为俗称的业力伴侣 然后灵魂伴侣 和双生火焰 那我所说这里 我先讲一下业力伴侣 可能跟大家的理解不太一样 这不是一种 就光是情感上的纠葛 它比较像是 这个是跟轮回跟前世有关系 就是你前世可能有伤害别人 这种伤害它包含就是欺骗 这个欺骗里面 可能涉及到 对方因为你而造成家破人亡的事件 那这个是 这种是一定触犯到了业力法则的 这种是一定触犯到了业力法则的 那也就是说 对方今生化身成你的伴侣 他不是真的要来爱你 他只是以一个身份 可以来跟你讨战 所以讲到这边的时候 有一点点宿命论 可是我发现会有这个情况 我只是拿这样一个统计的数字 来去跟大家做这样一个分享 就是在整个过程中 也就是说你前世欠了他的钱 或者你害他 然后比如说这里面我们大概简单提一下业力法则 业力法则其实就两种 没有尊重到他人的自由意志 有一种是物理形态的不尊重 第二种是 第二种是意识形态的不尊重 物理形态就是你把这个人囚禁了 别人要去做什么 你限制人家的行动了 或者当然你剥夺了人家的生命了 或者害人家变残疾 或者你给人家的一些讯息 然后强迫别人去接受了 那这样子造成了一个 对方的一个身体的残缺 或者物质的问题 或者是一个家破人亡的一个结果 那这种情况的话 他今生会想来找你讨掉 所以他投胎的主要目的 就是要跟你讨回这么一笔 那讨回这么一笔的话 也就是说伴侣这个身份 其实是他扮演的一个角色而已 大家到这边能理解吗 好 所以伴侣这个他不是来爱你的 他是借由爱这段关系 然后可以跟你进行拉扯 也让你得到他当初相同的感受 如果你当初是让他有这个家破人亡感 他也是要达成这个感觉 或者你有剥夺他的生命 他今生也要来剥营 或者你有让他残缺 他也是要这样 或者是说你曾经虐待他 他也是要来讲 这个其实蛮有那个因果暴力论的 好 这种都不多 其实蛮少的 不多 大部分的来找我占卜的个案 或者只想个案里面 讲到这种事情的时候 反而是他们很想去帮助他们的朋友 他们很想去帮助家人 就是家人会遇到这个事情 那往往其实我们是帮不了的 就像冤有徒头 再有主 有些倒架的法门里面 就要讲说 这个人他就是灵魂拿着另起来讨债了 其实我们去 这个很矛盾 就是在业力 伴侣本身进入这个环境 通常他不可能还有这个行情 一致来看这种灵性 来提升这种灵性 他们会去找宫庙的可能性 会比较多 而且因为当事人深陷业力之中 他是被讨要的那一个 所以他通常也不会 也没有办法看清楚真相 你就别旁人就觉得说 这个人 这个人就是明明就是 就是对你不好 其实他就是不爱你 可是在陷入这个业力关系的这个人 他是看不出来的 他是他的眼睛是被遮罩住的 所以本身业力 已经存在这个关系里的人 他们会能够有能力来到 然后并且来寻求协助 跟寻求帮忙的 我觉得除非他前世 真的是烧高香 然后就是他指导领团队非常强烈 不然这个人的小我是被蒙蔽的 其实蛮难的 好等一下我会具体说到 他的一些症状 所以大家理解这个业力伴侣 跟我们跟我平时在讲的 一个业力伴侣可能不太一样 那么灵魂伴侣 灵魂伴侣呢 他是在这边在讲说 我们一见面就会有一种 熟悉感 收美 所以好像就会让你 为什么纠葛 是我想放不掉 因为这个人身上有我所熟悉的一些东西 我好像 好像 好像 你说要放吗 我又觉得我好像可以跟他一辈子 可是你说不放 我又觉得我每天跟他处在一起 好像不是那么开心 所以在这边的时候 他在讲到一个 所以灵魂伴侣本身 他们不会在物理状况 对你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只是在精神上 可能对你有些人会觉得很困惑 很折磨 很纠结而已 所以这一类我都把它归在灵魂伴瑞 最后也就是我们再说双生火焰 双生火焰 这个是在来到地球之前 他们是同一个灵魂 然后会分成两个 分成两个 所以这两个双生火焰 他们在物理状态上 可能有相反的一个状况 可是他们在灵魂深处 他们的价值观 三观是非常一致的 也就是说一个人在成长 另外一个人也在成长 所以提到双生火焰 他必须提到 他是比较精神层面的 跟意志意识层面的 然后他呢 我们如果能够经历 一段双生火焰的关系 我可以说你的维度 已经提升到非常高了 就是你基本上 这会是你在地球的最后一次 因为你们的你的 你的所有的需求 基本上不是物质 可以满足你的 好 那这个就是前面的一个 简单的一个介绍 我们进到下一页 好 今天一点点小问题 好 ok 好 第一个我刚刚在讲到的 就是业力伴侣 好 业力伴侣的状况是 他一定会伴随纠葛 这个 这个 这个人啊 几乎啊 这一种 大家要非常小心的是 只要是这个业力伴侣 这个页面上没有写 大家可以先记一下 这个业力伴侣啊 其实他会在 短时间内冲进你的生活 他不是 他一定不是一个 他一定不是一个 突如其来的 他不是 这个人不会是说 过去是你的朋友 然后突然有一天就变成 不是的 这个人从见到你的第一眼 那个感觉就会非常的强烈 所以 呃 他不会跟你有那种 平凸直续的时间了 他上来的时候 他就会很明确 他很爱你 他 他的一个重点就是 我非得到你不可 这就是业力伴侣 所以当他眼睛只有你的时候 所以他重点是要跟你产生纠葛嘛 所以其他的都会变成手段 应该是说他的灵魂 就想要跟你产生纠葛 他来讨债了 他你过去前世欠他的 他要来找你讨要了 所以他通常会会 会是的状况就是 我很爱你啊 我想跟你求婚 我拿房子啊 或者是什么 呃 当然有些后后期可能是 是欺骗的 但是你要什么 他都会把你宠上天 他的目的就是要跟你在一起 哦 然后这种就是绝对这一系列的事件 会在三个月内发生 甚至是一个月 所以很多人会突然 闪 闪电般的进入一段关系 然后或者是说 闪电般的 然后 然后就结婚了 其实大家真的要小心 有一个最简单的逃避方式 就是前三个月 如果你认识一个人 在第一次见到这个人 认识这个人 三个月之内不要交往 是可以绝对避免业力伴侣的 是可以绝对避免的 所以大家如果去思考一下 你们看一下那些社会案件 你去看YouTube的那个 呃 有些社会案件 或者是说有些社会的节目 什么突然破流轩杀人 你们有没有发现 通常这两个人都会是一见钟情 或者是说 一个人突然闯入另外一个人的生活 然后短时间什么抛家弃子 或者是死掉工作 然后去移去另外一个地方 他就这个时候 我们用道教授 就是卡到一样 就是被鬼遮掩一样 他就是所有人反对 他也听不见 他觉得这个人就是我的真爱 我自己被在 他就是进入那个业力状态了 啊 所以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前三个月 无论如何 不要不要跟对方 就是变成稳定交往 就是钱 只要熬过到第四个月 就会这个这个这个 遮避避你真相的这个能量 通常就只有三个月 到了第四个月 好像那个那个云 云就会散开 啊 就是云就会突然的走开 啊 所以就会好像可以听得进别人讲话了 所以通常就是在前期 进入了这样子的一个纠葛 就会比较的 后期处理起来 就会比较的麻烦 所以他主要的特点就是 他的这个纠葛 是非常物理状态的 呃 他大概这种 呃 在三个月之内一定会发生一些什么 呃 要不就是你为了他 要不就是他为了你什么离职啊 搬迁啊 破费啊 啊 好像两个人去做一个生意啊 然后突然就会破财啊 他们一定会造成你物质生活上的一些动荡与不安 而且这个动荡不安 然后你就会变成有因果 你你你也没有办法离开他 因为变成说我会这么做都是因为你 啊 然后然后或者是说 呃 我都已经为你牺牲了这么多 我我我就是爱你 所以我才去呃 才去做一些坏的事情 我就是因为啊 爱你 所以所以我才去我才去离了职 那我现在要怎么办 这些绑这些勒索型的 而且他是实实在在发生在物理状态的 不只是口头 就是他就是要来跟你一起住 或者你就是得跟他在一起 会一定会发生这样子一个肢体上的 实际上的一个纠葛的 好 那么呃 在别人眼中都非常突如其来 然后可能大家都会去议论这种事情 啊 这个是当事人无法逃离 而且在别人眼里都是不理性的行动 可是在当时他是非常会合理的 那还有一种办法可以逃 如果你这个时候去念经 然后如果这个时候愿意打坐 然后愿意修行 然后愿意去请去进行心理諮商治疗 如果他只要能保持持续的去持续的去跟跟呃 或者是说上灵性课程或者是说去去去找心理医生都可以啊 他只要能持续的去去厘清自己的思想的话 这个能量可以冲破那个业力的纠葛的啊 但是可是当事人能发觉的真的是不多没有成功的案例啊 所以呃 我只能跟大家说如果大家想要避免这个这个讨债的状况啊 避免这个情况的话呃 最好的方式就是前面不要有冲动的交往关系啊 可以忍耐的三个月彼此保持好感啊 为什么不能等一下呢 为什么不行呢 啊 所以如果我会进入这种纠葛 他脑海里就会说 不行我我我我今天不跟他在一起我就错过了 我绝对不能等 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声音在他们的脑海里面 所以现在还冷静大家 你想想看你只是跟他晚一点交往啊 呃晚一点先观察 你才刚认识一个人给他三个月的时间真的很难吗 其实没有到那么难对不对 所以如果要保护自己的话这是一个方法 好那我们进入到第二种关系啊 呃灵魂伴侣关系通常他的关系就会比较久一点 嗯 好帮我帮我打下一页 好那我们来讲到灵魂伴侣关系 灵魂伴侣的关系其实是有两种的 好我们来说到第一类 但是我所有的灵魂伴侣关系他会比较长哦 他通常的纠葛时间到三到七年 这样一个纠葛的时间啊 所以你呃嗯 其实我们讲灵魂伴侣有没有业力 有所以我我会把这种业力称之为你们前世的约定 好你们前因为这个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事 其实这不见得是真正意义上的是一个不好不好的 因为对你的生命成长跟灵魂成长 他其实是他其实是有注意的呃应该说注意力是有帮助的 那他嗯通常他会三到七年的一个时间就算呃通常七年就会走完啊 然后然后然后灵魂伴侣是因为我们前世有约定 前世有契约所以今生他来扮演这样一个角色 好那么灵魂伴侣为什么会分两类 等一下我来做一个总结哦 因为第一类的话他是因为他其实啊 灵魂伴侣他为什么跟我们做这样一个契约 他的契约就是让你能够知道这一项一个约定 我们彼此协助对方成长 好你能够得到你最后能够看清楚你自己前进的方向 第二然后他也能在这段关系里面看清楚他的一个前进方向 呃为什么他会是 所以本身业力关系哦 其实是归谁来掌管的 如果我们以星盘来讲他是归冥王星掌管的 所以冥王星啊通常移动一个宫位需要花到七年的时间 大家有没有很熟悉什么东西 是七年之痒对不对 其实有时候七年之痒不是因为七年之痒 是因为冥王星移动了一个宫位 所以大家的价值观不同了 好在这个时候就会发生争议 就是大家的未来方向有可能会不一致 好那么第一类的主要是说 尚未摆脱原生家庭的 我们这种就叫孽缘 因为这个灵魂伴侣会来到 然后你对应这个关系 其实你真正可以知道的是什么 我自己的灵魂现在正在什么进程 只要你的灵魂还持续的停留在这个进程 那么下一个来到的人还是一样的关系 因为他的目的还是要让你意识到 你现在你的灵魂正处在什么阶段 那么我相信你们在身边的朋友也不会少见哦 就是身边的朋友总是找到同一类的对象 软烂的啊 没有成就的啊 女生的话就很容易找到 要么就是 要么就是别人不喜欢他 要么愿意跟他在一起的人 可能就是比较软烂不负责任一点 然后那有的时候如果是男生的话 可能莫名其妙被分手或者是怎么样 我无端端的两个人就没有下文了 所以这些情况呢 其实他都属于这第一类 尚未摆脱原生家庭 尚未摆脱 那这样子发生就很容易让你内心纠葛不安全感 然后他会 其实这就是如果你去庙里面拜拜 或者你去找占卜是占卜 通常这一类我们统称他不会是正人 他可能是灵源 他在告知你的就是 你目前的原生家庭的客厅 你的灵魂是不是还被囚禁着 我们说第一是给自己打 自己给自己打造的牢笼 所以是你现在还让自己囚禁在那个里面 所以你去 这个时候你去听大众占卜也好 找个占也好 他们都会教你要爱自己 那么他有几个特征 他基本上在这一段关系里面 他几乎是你原生家庭因你的复制 你在原生家庭里面最不满什么 然后再怎么样 你越是怕这段关系会变成这样 结果你找到的另一半 他就是会让你最后变成这样 而且一开始都不是 到最后就会变成这样 然后而且 而且第二种 就是会有一个 为什么我都是不被人爱 我这辈子是不是都没有人爱我 然后会有这样子就觉得自己更加不值得 好像没有人重视 在这段关系里面 你感受不到自己的价值 第三个 与家人他会有相同的情感表现 比如说你 假设女性的话 你的爸爸可能或者妈妈 其实不见得一定是爸爸 是爸爸妈妈其中一个你在意的对象 他们如果常常说话不算数或者什么 你会发现 然后他们可能也不善于表达 跟不善于道歉 那你的另一半 好像一开始也很善于表达 到了后来他就不善于表达 他也不跟你解释 然后也不会给你安全感 然后第四个就是没有安全感 会怀疑对方爱自己与否 会比较 什么意思 就是说 你会觉得说 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在爱我 你常常会对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他是爱我比较多呢 还是爱他的家人比较多 他是爱我比较多呢 还是爱他的工作比较多 他跟我在一起 只是因为找不到别人了吗 还是因为他真的是爱我 你的头脑中常常会浮现出这种面头 就拿感情跟其他东西去做比较 然后内心会怀疑 然后你的关注对象像这一类的 这一类的关系的 他来做占卜的时候都会 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大量占卜题目 他在想什么 他怎么看我的 他内心的想法是什么 他是不是 他有没有在意我 他未来想要 就是你在猜测的都是你在他心目中的关系 定义 那你第四个是 你很希望未来可以永远跟他在一起 但是你会抱持的怀疑 真的可以吗 我很希望我们永远在一起 可是真的吗 你会有一个后期 所以我们来做一个总结 就是这个里面在讲到的是 你目前的灵魂状态 你目前的灵魂状态是一个意识 意识不到的 也就是说 他的他这个伴侣 这一段我们俗称的孽缘 这一段灵魂契约的主要目的是要让你看清一个真相 也就是说你跟这个人签订的契约是 他要让你见到一个真相 而这个真相就是意识到 这不是我要的 你必须要离开原生家庭阴影带给你的伤害 你不是去改变他们 不是我妈妈有一天会变成很爱我 我爸爸有一天会同理我 或者我的家人总有一天会知道我有需要珍惜我 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 你因为你被困在你的原生家庭了 你还希望去去通过你自己去改变他人的想法 这个时候灵魂心的这个伴侣 就是灵魂的这个伴侣 他跟你签订的契约就是让你意识到说 我不要去改变别人了 我不要花我的人生跟时间去去向向他们证明我值得被爱 所以所以如果你自己想想看 除非非常的执迷不悟 通常我们大概这样子一段关系 一段情商其实受一次就够了 一个走一个七年 通常下一次的人他就有一种解脱感 所以冥魂心是一个不看到真相 不会放手的一个心 那如果你的心盘你冥魂心非常重 其实你就会属于这种人 那我觉得没有关系 那你可以去审视我现在的状态 所以他唯一要带的真相就是你要离开吗 即使你今天你的父母他的表现可能不是如你预期的这样子这种行为的在乎 那你还要爱他们吗 所以他最后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你要离开这段原生家庭所带领你的关系 如果那我们来到我们生命中如果持续是这样的对象 你只需要去审视说我自己的灵魂现在处在这个阶段 那我的灵魂要怎么可以走出来 这时候很适合去做 我还是建议说自己去探索一些灵性啊 你们也可以学习一些卡牌啊 然后或者是说与自己内心的超义去做一些对话 这个时候都会告诉你们说你们该怎么做 那你就可以从这个阶段走到下一个阶段 所以有些人一出生会有经历这个阶段 有些人上一世就已经有经历这个阶段了 所以他不会再与跟他有这一类约定的人遇到 不会有不会再让这个契约去生效 所以反而如果你不进入这一段关系的话 他们会可能会成为你的朋友来让你意识到 你真正需要知道的是什么 只有你非常执着的时候 你才会接受这样一段关系 好那彼此也会有相同的课题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懂 等一下可以提问啊 如果有疑问可以现在先打在留言区 然后我等一下会来做一个解释 好那第二类 好那我们往下一页 我们进入到第二类 第二类呢 第二类是已经摆脱了原生家庭 就是上一个阶段已经过去了 我非常清楚 我做什么不是为了证明给我父母看 那我做什么不是为了让他们相信有一天 有一天会会爱爱我了 我发现就是我已经不是这个样子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进入到下一页 下一页是什么 所以上一个上一个在讲的是 我那些东西不是我要的 我要学会的是拒绝 或从这段关系里离开 那第二个第二个段关系 第二段的灵魂契约 其实就像我们去月牢那边筹到的红线 他其实当这段关系来临的时候 其实你也可以知道我的灵魂已经走到了下一个阶段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啊 也不用说非常囚禁 因为你在接下来遇到的所有伴侣 其实都会是这一类的 所以你看到很多灵性书籍啊 什么证源不是去寻找的 是等来的 或者是说其实别人都是因为你是外在 是你内在的一个镜像 其实他主要是这个意思 我们通过我们的伴侣 可以知道我们自己灵魂 现在目前处在一个怎么样的阶段 当然他还会通过很多其他的关系啦 在这里因为我们只讨论伴侣关系 好那首先呢 我们再讲到的是 那这个这一段关系呢 这个人出现在你的生命中 有的时候反而会让你很想躲起来 很有压力 因为这个人你反而不见得 你会反而是你的问句都会是这样 他会常常问你 你未来想要什么啊 你有没有想要跟我在一起啊 或者你的未来 你反而跟他在一起有种捆绑感 为什么会有种捆绑感 因为你觉得当你说出来以后 你就对 等要对自己的承诺去负责 可是当你想要对承诺负责的时候 你开始不确定了 这个承诺 做下去 我真的要吗 因为你做下去 你今生就要这么做了 可是这个时候你不确定了 为什么你不确定 这是不是你要的 你就已经定入到第二个阶段 那他对象呢 会鼓励你和支持你选择的决定 可是你往往人生最困惑的是 我不知道该如何选择 我觉得两个好像都是我要的 两个又好像不是我一定要的 所以你想要维持自由 而对方却迫使你一直做出决定 那第三个 感受到被逼迫 促使自己去表达 或确定自己要的是什么 就在整段关系里面 你们始终会讨论 或者始终要你决定一个未来 或者要对他付出一些承诺 他会是有这样一个感觉 再接下来 然后你问的是 我要不要跟这个人在一起 我是不适合这个人呢 好 再接下来呢 我们这就是你常见的问题 所以反而是走到第二类的阶段 他们问的问题 后来做占卜的话 像这种我记得 好像通常做一次 后面他就会知道他要什么了 他不见得会 不管跟不跟这个伴在一起 他接下来的人生 他都非常的清楚 那你再接下来说 我这样子答应了他 我会不会伤害到别人 我可以给对方幸福吗 这也是你会常常问的问题 那接下来是 会在压力的情况下 感受到对方的爱 要符合这个压力 应该是说 你常常很想逃离这个环境 可是你也觉得说 这个人真的很爱我 我会不会离开了之后 我找不到下一个这么爱我的人 所以你的担心老法是这一种的 就是 其实你很想做自己 可是你每次做自己的时候 就觉得说 可是其实他蛮爱我的耶 那会有这种感觉 再接下来会是 产生想逃离的感觉 就是对方对你太期待了 他就会觉得说 你就是 我觉得我们可以 有一个很美好的未来 然后怎么样 你就会觉得 会有一种不敢去拒绝 然后会想要逃避这个成长 因为我如果答应你 我就要很努力 可是我不答应你 我还可以继续待在现在的这个状况下 所以他这里就有一种责任上的会让你想逃离 因为对方的答案很确定 然后再接着呢 你的思考角度 应该这里面讲的说思考角度都是反过来是比较第一类 他永远永远都是在在确认说 我要什么我自己要怎样 所以他就是第二类 那接着你非常确定这个人是不会被叛逆的 而且你从来不会怀疑对方是安逸的 而且你从来不怀疑对方是否会伤害你 无论对方是从情感上和物理状态上 他都没有伤害过你 可是你担心的是 我会不会伤害到对方 你的问题反而是这样 我会不会伤害到对方 我可以做得到对方期待吗 我可以吗 你的问题是这样的 所以主要的问题是对自己没信心 好你看第一类跟第二类会不一样 所以这个就是你灵魂成长到下面 你有没有办法对自己想要的东西去负责 去承担 他还考验的是一个责任感 这种一种对自己灵魂负责任的态度 去探索真相 找到自己真正要什么的一种态度 好到这里一道 听懂了 好所以这个人来到你面前 他的跟你的契约是什么 比起上一个是让你拒绝掉你不要的东西的话 让你这一段关系 他跟你的灵魂契约就是 他要鼓励你推动你去追求自己要的 促使你去成长 不要停留在原地 让你变成一个plus版本更好的自己 让你知道自己要什么 好这是第二类 好那我们进入到第三类 我讲的会不会太快 都听得懂吗 好那到第三类的状况 那这个我们双生火焰其实也是有两类 那如果你今生是有双生火焰的情况 不是每个人都有 但是如果有的情况下 我们简单的说一下 因为这个我等一下会放在提问里面 去主要去做解释 因为不见得大家都进入这个历程 第一类 灵性还没有提升的双生火焰 什么叫灵性还没提升 你已经开始懵懵懂懂的想要知道 我是谁 我来自哪里 我到底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或者我到底在追求什么 我的灵魂的真正意义是什么 当这些问题比较哲学性的问题 然后你都找不到答案的时候 通常就是其实你可能在这个世界上 会有一个双生火焰的可能性 因为当它进入到你的生命舞台的时候 你的灵性觉知最起码到了这里了 如果你的灵性觉知还没到这边的时候 它不会进入到你生命 因为双生火焰它是就像一面镜子 当你离自己越远的时候 这个人他也他也不会出现在你生活圈 因为他就像你的一个实体版的分身 你离自己很远 那他就会离你很远 当你开始试图了解自己 这个人就开始出现在你的生命里 那么他会有的反 第一个开始会有第一类的反应 是会感到反感的 否决对方是自己喜欢的类型或感 因为你从来不了解你自己 你的外在是这个世界赋予你的定义 你的家人赋予你的定义 其实你真正不知道你的灵魂要什么的时候 所以当有一个人出现 他是完全否定你的家人给你的定义的 你的 因为双生火焰的物理状态通常是相反的 所以他也叫双生火焰 你们的灵魂是同一个 可是你们的物理状态相反的 可以移动一进 然后一个化多了一个化少 可能是这样 就是他会有很多的状态 一个可能从小在安逸的环境长大 一个就会从小在一个非常颠沛流离的长大 而且双生火焰多数都不会出生在同一个地区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双生火焰 他们都会是跨国的感觉 而且这也很非常的符合 我们在心盘里面讲到的 九宫的能量会很强 所以灵性能够进程到这边的人不见得很多 因为你会发现你在你的心盘里面 九宫的能量会很强 然后哲学性 木星的能量会很强的时候 这样的人他比较容易有双生火焰 然后另外他再接下来 既然这个人不是你喜欢的 不是你的类型 所以即使他出现在你的生命中 你不会意识到他 你会觉得那就是我之前的一个同事 那就是我小学的一个同学 那就是我高中的同学 所以你们对他的一些称呼和既定的定义 都会是这一类的 然后或者是说我在办一个活动的时候 遇到的一个人 就这样 然后你凭谁不会跟他联络 然后紧接着随着你的探索越来越多 会进入到你的生活 我刚刚讲就会有一个保持距离的感觉 随着你们的这样一个互动 就是你们自我探索的越来越多 有一天这个人可能又会因为一个case 一个什么事件突然进入到你的生活 他可能以前是什么五年前认识的人 三年前认识 所以双生五人都会有这么一个过程 因为他代表着你与自己的距离 所以以前觉得他很无聊 以前对他没有印象 以前对他还好 突然觉得我们很聊的来 这个时候代表着你的灵性成长进步了非常多 因为你开始接纳跟自己不同类型的东西了 所以第一类就是意识不到对方的存在 保持距离感觉 而且无法激发你的情绪 你就说反正这不是我的菜 我还好 大概你对他评价都讲 然后不在意自己 因为你不在意你自己 所以你不会在意这个世界上的另跟你 所以他不会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懂 好那我们就进入到第二类 好那我们再下一页 好第二类呢 他会 他会是 呃 他代表着你进入到下一个进程 因为你越来越去能够接受自己的不同面 接受不同的自己 如果你原本是一个很强悍的人 那你会变得可以接受柔软的自己 如果是一个柔软的人 你也可以接受自己 可以越来越减强 所以你对整个世界的看法的宽容性 包容性非常多 你在持续的探索你自己的灵魂 你的意识 你的超意识 所以意识会开始进入到一个扬升的阶段 会感受到自我的存在 以及也会去时时刻刻的觉察 因为你跟自己的距离更近了 所以这个原本的 我刚刚讲了 就是你离很远的人 他开始进入到你的生命了 所以跟原本保持距离对方产生接触机会 刚刚我讲过 就是缘分到了 以前不觉得他有趣 怎么现在我觉得他好有趣 以前不觉得他OK 可是我觉得他跟我蛮像的 然后以前不觉得怎样 然后就是你会突然就是 以前这个人你完全不可能进入你的生活 你突然觉得这个人很可以聊一下 这样 好那么 好 等到 等到这样的时候呢 可是当 当真的很近的时候 你又会保持距离 什么叫保持距离 就是你会选择性的跟他讲一些话 跟聊一个天 因为为什么 有的时候对方很认真 很诚恳的时候 或者是说 有的时候对方身上的一些小动作 一些行为 你会常常触碰到你爆炸的神经 你就觉得 这个人真的不行 或者 就你虽然在观念上常常跟他聊得来 可是他有很多小动作 重点是他的动作 价值观 会让你觉得不舒服 然后就觉得想逃避对方的感觉 可是你又觉得对方不是有意的 可是他就是不舒服 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就是我看他就常常有的时候会不舒服 然后会想找理由躲开 那你对自己的说法就说 哎呀 那人家也没有恶意啦 算算他喜欢就好 你没有要接纳他 但是 但是也不是说讨厌他 他就到了这样一个距离 好我可以接受 那你就是这个样 但是我没有要让 让我自己变成像你一样 好 所以做法上呢 不认同 但是不想干涉 那再到了下个阶段 就是会想清楚的话 分对 划分与对方的关系或者界限 因为这双文中 我们常常会喜欢去定义 然后不喜欢磨了两个 到底他是我的谁 我们到底要发展成什么关系 那我到底要怎么样的态度 态度去对他 这种熟悉感是非常强烈的 而且任何时间见到对方 其实你大概知道那个人脑袋也在想什么 其实这双文到了这个第二类的时候 就是有的时候有些话根本不用说 你因为你知道你说出去对方会什么反应 对方会什么回应 对方会什么回答 所以导致你可能在很多时候 跟对方就是不会说太多 或者是说 应该是说你真实的意见 你是不敢表达的 因为你知道对方可能会伤心 比较多的是会伤心 而不是对方不能接受 因为他是你另一个自己 你知道对方的为难之处 所以你不会再讲下去 再到下一个阶段 你就会到无话不谈 彼此信任 信任对方会不离不齐 这种感觉就是 你们从来没有承诺 你们也不需要承诺 但是你就知道在这个世界上 有这么一个人 无论你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天涯海角 你的心里有他 他的心里有跟你 所以这个是不用承诺 但是彼此信任 而且你相信他不会背叛 好再来就是不再强求对方用什么方式 不设限的方式 让对方保留在身体中 所以我要强调一点 真正的双生火焰 绝绝对对 不会认为说 他只能是我的伴侣 或者我今生只能跟他在一起 不可能 就是 没有这样子的 不是 其实因为灵魂伴侣 我刚刚讲到上面 这个人无论是以任何身份 都会存在在这个地球上 他都会给予你支持和给予你爱 他就像你的 就像你的一个 比你的家人更亲密的这样一个 在世界上的这样一个人 你已经得到了这个安全感 你还会觉得说 我一定要用这个肉体去绑住他吗 不会吗 所以刚好像矛盾的是 我们进入双生火焰的阶段 其实是不强求对方用任何形式进入生命中的 在以婚姻的形式或者情侣的形式 或者一伴侣的形式 一对的形式在一起 这种状况其实不会出现在双生火焰中 双生火焰是 是我们可以接受彼此以任何形式存在 因为他就是你自己 他不会离开你的 所以你灵性高度到了这边 你的那种信任感是不需要强求的 好 找对方会不需要任何的理由 而且我彼此就会知道 所以这就是说 生命之中不会因为任何关系 任何的状况而分割 这种安全感是 是来自你的灵魂 这个时候就是认出了彼此的时候 好 那主要的话 我这边的关系会分为这几类 好 那我们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懂 好 接下来我会想留一些时间给到大家 那来到这边 那目前大家有没有遇到以上的三种类型的哪一种呢 如果想要分享 就是请帮我在留言处 好 好 各位 好 各位 就是借由大家的问题 顺便来分享 让大家知道 我不知道今天的课程 有没有能够带给大家一些定义 然后这是我的一些占卜经验和通灵经验的一些 通过别人的灵魂传达讯息的一些经验和总结 我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那如果大家在私下里还有更具体的东西 想起来刚刚在课程中没有问 好 可以通过那个 如果只是打字的话 我每周是没有限额的 你们可以去通过那个云军 然后那个或者是就到脸书去敲小编 跟他们跟所要我的那个联络方式 但如果是电话之商的话 可能就会一周只有七位 那但是也排一排 我还是可以排得开的 就是我希望就是能够厘清的话 厘清的话 那么就可以先帮助到大家 大家不用混乱在里面一直求神问补了 好吗 好那 我接下来可能要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林军那个下一场就是我们Miko老师的一个讲座了 好这边我蛮推荐的 他在讲到的是一个严林 这件事情绝对会制造一些业障 或者是说制造一个好的能量跟高的能量 大家刚刚讲如何遇到灵魂伴侣 如何遇到阵源 如何让我们的阵源走下去 其实这里面其实跟我们平时的言语 言领跟给他人的言领都有关系 所以我觉得大家去上这堂课非常有用 因为它基本上是一个我们平时就可以应用的魔法了 很有用 它会讲到我们对他人的魔法 以及他人会对我们形成的魔法 要怎么去拒绝 要怎么讲 所以我非常推荐Miko老师这些魔法系列的讲座 大家赶快去报名哦 好那今天的讲座到这边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我未来可能还会有一些讲座 如果大家有想要听菲尼老师讲的题材的话 也可以留言给觉醒研究所的小编 好吗 好那今天到这里祝大家晚安 感谢观看